我是来自一个渔乡的吴晓辈 是一个从小就是长在海边的 祖祖辈辈大人都是普与为生的 第一次接触就是这样子进去 原来才知道这个渔民话呢 可以随心所愈的话 没有因为自己很爱好 家里人也很支持 所以我就这样子爱手画画了 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的家乡风景很好的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来来的天碧玉的水 因为画他们越来越开到我们这个地方了吧 也是因为画下来的 原来一下到这个地方 哇这个地方这么没人了 然后一家一家旅社都开起来 从小就看到这样的茶几 就是看到身边人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画画的时候就基本上 以自己因为生活当中经常性接触的嘛 以这些为题材来拿来画 我们因为那个地方都是以达友为生的嘛 都是普与的嘛 所以这个作品画出来比较有特色 跟一般就是有点不一样 也形成我自己的一个风格 这个余姑的这个身份 浦宇的老婆啦 好像也挺勇敢的 老公在浦宇很辛苦的 我们女的好像也能够在画画这方面呢 带来收入 也能够在画画这方面呢 提升自己的神身价值 然后也见识了很多 也看到了卫美的世界 在画画当中真的有说不出来的喜乐 感谢您的意思